旅游界一直有两个泰国 一个是皇家寺庙 泰式按摩 路边美食 热辣海滩 主打一个健康旅游 适合扶老邪幼 全家出动 另外一个是酒吧 拖衣舞 红灯区 租期半游 适合单身男性 寻话问流 泰国那边有个统计 说是60%以上的游客 都是后者 显然这颜色产业 已经是国际之名了 咱们聊聊 泰国这个佛系国家 怎么就成了买春圣地 受而不移的就不说了 分析分析 背后的原因 泰国这个国家比较分裂 大致可以分成两部分 以曼谷为代表的工业城市 和其他农村地区 曼谷虽然不大 但却有一千多万人口 占泰国总人口的15% GDP占到全国的40%以上 泰国的主要工业区 都在曼谷周边 老百姓收入高 受西方文化影响较大 曼谷以外 再没有大城市 排名第二的青麦 人口只有100多万 去过的小伙伴 应该知道 大概跟个小县城差不多 其他地区就更没法看了 基本还是农业社会 老百姓苦得不行 所以泰国是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 这是泰国的基本盘 了解这一点 很多魔幻的事情 也就好理解了 咱们先说农村 大家都知道 泰国是个农业大国 粮食是主要的出口产品 按理说 农民作为创汇大户 那是对国家有贡献的 生活应该还过得去 其实不是 泰国确实是大米主要的出口国 但是国际上卖粮食的不止他们一家 越南和印度都出口大米 要把小麦也算上 俄罗斯乌克兰也都是潜在竞争对手 时髦点讲 这个充分竞争的市场 你想提价 市场分分钟教你做人 比如英拉执政的时候 赶上米价上涨 泰国政府高价从农民手里收购粮食 准备高点抛售 农民能多卖点钱 政府也能多挣点外汇 没想到刚布局完毕 越南印度就开仓放粮 大米价格暴跌 泰国政府赔了个底儿掉 当年英拉下台也跟这事有很大关系 这种情况下 泰国大米要想提高竞争力 那就得使劲压缩成本 也就是压缩大米的收购价 不幸的是 泰国农业水平也很落后 水利基础设施 连隔壁的缅甸都不如 缅甸当年有英国人帮忙 泰国不是殖民地 英法都不愿意投资 落后到啥程度呢 2023年 青麦连续几天大雾霾 后来发现是北部山区农民 在焚烧山林 原来还在采用最原始的刀根火种 对农民来说 这是成本最低的方式 一层一层都在压成本 农民也只能是怎么省事怎么来了 就这个情况 你说这农民能挣钱吗 不仅挣不了钱 大部分农民还都是负债经营 因为没有配套工业 化肥农药都需要进口贵得离谱 但是不用又不行 农民们只能是先拉饥荒 等来年有了收成再还债 年成好的时候还能有点盈余 年成不好 这一年就算白干 转年借着卸债 这就算掉坑里了 泰国商会大学研究泰国农民 近十年的负债情况 结果发现 他们穷得很稳定 平均每个家庭负债十到三十万株 农民一年到头也挣不了几万株 大约只有越南农民的一半 是东盟国家里最穷的 而且像粮食出口这种复杂操作 农民自己是搞不了的 只能找中间商 要知道 泰国的粮商可不仅仅是二道贩子 他们资金雄厚 往往连上游的种子化肥一起垄断 农民头尾都看不到 只能低头种地 这就有点像两头在外的加工工艺 农民在微笑区线的底端 只负责加工组装 挣个辛苦钱 这事儿其实倒也正常 全世界的农民都差不多 除了大农场主 种地的永远都挣不了大钱 主要是粮食生产需要周期 对市场反应不领米 今年撒种子 明年才能收成 等你调整完行情 早就过去了 所以挣大钱的永远是那些粮商 农民发不了财 还得承担风险 所以很多国家一般都是给补贴 让农民不至于过得太差 倒也不光是为了共同富裕 主要是工业体系建立后 就需要把过剩的工业品卖到农村 城乡协同发展 才是良性循环 咱们老说内需内需 对一个农业大国来说 农民就是最大的内需 泰国却不一样 外向经济嘛 汽车等工业品主要销往海外 不指望农民贡献消费 也就无所谓了 所以尽管是农业出口大国 但农民过得也就那样 特别是北部山区 本身自然条件不好 政府又不管不顾 苦得不行 再说工业 冷战时期 作为美国的铁杆盟友 泰国是对抗越南 在中南半岛扩张的桥头堡 所以就跟日韩一样 接受了美国的大量援助 越战后 美国撤军紧跟着又来了日本 大家知道 日本有一个产业布局的验阵模型吧 日本是投验 负责设计和品牌 亚洲四小龙是验身 负责零部件生产 亚洲四小虎和中国是验尾 负责组装和低端制造业 这种架构下 泰国主要承接了日本的汽车生产 早先泰国满大街的日本车 就是这种转移的后果 而且上世纪80年代 参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给的建议 泰国采用了联系汇率制度 也就是 政府用信用保证 美元兑换泰铢的汇率 对于外资来说 不存在汇率贬值的风险 大批外资进入泰国 吹大了泰国的房地产和金融市场 这种情况下 以曼谷为中心的工业区 就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城市中产 他们吃上了西方产业转移的红利 半只小已经跨入现代社会 他们和旧贵族属于城市阶层 收入高 受西方文化影响比较大 爱享乐 有消费能力 所以泰国是典型的城乡二元结构 一边是富有的城市 一边是贫穷的农村 这就像个连通器 水位一边高一边低 农民看到城里人挣得多 可能就放下农具 卷铺盖 卷进城了 这其中很大一部分女性 就进入了娱乐行业 这就是颜色产业产生的经济基础 当然了 工业化早期 地区发展不平衡是常态 产生一些灰色地带也很正常 咱们国家早先也有过类似情况 比如改开刚开始 确实也有一部分农村女性进城 从事丰俗行业 还有当年国企下岗后 一部分下岗女工也下海了 大家都是为了挣钱嘛 找不到工作 那就得想别的办法 男的可能干黑社会 女的就进发廊KTV 不过这些行当是偏门 一般都是地下运作 像泰国这样发展成一个 半公开产业的确实不多见 原因在哪呢 主要是观念的问题 在泰国 女性从事卖淫 从来不是什么丢人的事 泰国是小乘佛教 讲究自我修行 女性地位低下 天生就待原罪 你要是个女的 那肯定是上辈子没好好修行 这辈子主要工作就是还债 完成了KPI 下辈子争取上岸 当个男人 至于还债的形势 那就不拘一格了 卖淫也是个可选项 特别是在农村 女性负债出生 生下来就欠家里一笔 等长大了又多欠一笔抚养费 所以给家里还债 天经地义 大家注意 这个还债 就是字面意思 很多时候 就是农民借钱女儿还债 借主基本都是寄头 把姑娘们带到大城市 卖淫还债 还完父母的 还可以捐给寺庙 都算你的功德 反正佛经 又没什么标准答案 入乡随俗 那是标准操作 只要有利于传播 怎么解释都行 所以在泰国 女性从事风俗行业 没什么心理负担 就跟进工厂打工 送外卖当保母一样 那些工作又辛苦 又不挣钱 还不如直接下海 这种思想 反过来又拉低了 男人们的道德底线 卖淫不算啥 那嫖娼就更无所谓了 美国学者凯文贝尔斯 在《用后极器的人 全球经济中的 新奴隶制艺术》中说 泰国80%以上的成年男性 都有嫖娼经历 在泰国 光顾娱乐场所 是重要的社交渠道 商务接待 一般就是以大保健收尾 大学迎新生 学长也得带出去玩一把 属于迎新生的常规操作 甚至官员视察工作 地方也得找个村花 接待一下 而且不光是单身男性 结了婚的一样爱玩 妻子们也对这事无所谓 一方面女性地位低下管不了 另外一方面 出去嫖娼 总比找小三好 万一弄出个孩子 还得分家产 也就睁只眼闭只眼了 这种思潮下 大家都对性产业 习以为常 对姑娘们来说是修行 对父母来说 这是帮女儿还债 在鸡头和嫖客们看来 这是帮助贫困地区 脱贫致富 功德无量 佛祖那儿 还得给自己系上一笔 至于那个人妖 网上说跟美国大兵有关系 其实关系不大 巴提亚大规模的人妖表演 从1973年才开始 那时候美国已经开始 从越南撤军了 还有人把人妖追溯到 印度的燕人和东南亚的 第三性巫师 其实这种变性人 哪个文化都有 咱们不也有太监吗 西方也有LGBT 事实上 人妖表演最开始兴起 是在新加坡 但是李光耀是华人 受儒家文明影响比较大 对这种乱七八糟的东西 没什么好感 所以很快就把这股妖风掐死了 但这事对泰国来说 就不是啥问题了 咱们前面说了 佛教比较宽容 对这种第三性并不排斥 无论是当妓女 还是当人妖 那都是前世造业 很正常 今生好好改造 下辈子就可以投胎 做个好人 加上泰国经济 主要靠旅游业 政府也希望搞点特色 吸引游客 官方也把人妖 当作正常人宣传 所以整个泰国社会 对人妖的认可度很高 对政府来说能创会 对老百姓来说能脱贫 对有特殊癖好的人来说 可以名正言顺 展示自己的与众不同 你好 我好 大家好 这人妖文化 也就成了泰国招牌 所以泰国之所以这么奇葩 贫富差距是一方面 主要还是观念太落后 而这种思想上的落后 本质还是因为王权太强大 去泰国旅游的小伙 应该都知道 曼谷满大街 都是国王的巨富肖像 不知道的还以为去了朝鲜 还有那个变态的匍匐里 我每次看到那场景 都有国王和宠物的感觉 这就不是等级差别了 是人和神的差别 那么问题来了 这都AI互联网时代了 为啥泰国还活在封建社会呢 咱们聊聊曼谷王朝的三个大地 这事也就清楚了 也就是拉玛四世 五世和九世 大家知道 周润发有个电影 国王与安娜 里面的国王就是拉玛四世 安娜是国王请来的英国家庭教师 电影里出镜最多的学生 就是后来的拉玛五世 电影根据真实事件改编 那个安娜 后来还对采访的英国记者说 拉玛五世废除奴隶制 就是受她的影响 反正在泰国 这爷俩是被吹上天了 什么主动推进改革 带领泰国走向新时代 最伟大的君主什么的 其实这说法多少有点扯淡 两个拉玛所在时期 是十九世纪后半叶 正是西方列强殖民亚洲时期 当时的英法 已经把泰国周边的缅甸 越南 柬埔寨 全部吃下 泰国王室如果不做改变 下一个倒霉的就是他们 大家看那些改革措施 其实就是把泰国的经济 从传统封建经济 改成资本主义经济 顺便打开国门 用现代的话说 改革就是为了 吸入西方的经济体系 人家列强 飘扬过海 这么老远过来 可不是为了单纯执迷你 最终目标都是为了生意 你主动配合 那就省得别人动手了 拉玛五世在位的时候 泰国政府大部分官员 都是从英法聘请的外国人 你说人家能替你泰国着想吗 那肯定是怎么有利于掠夺 怎么来 说白了 这两个拉玛 是用开放门户的方式 换取西方列强 保留他们的君主地位 而且有杨大人支持 顺便还可以收拾不听话的贵族 比如废除奴隶制 这个其实跟开明不开明 关系不大 一方面 国家需要自由民 种植列强需要的作物 主要是大米 所以要给他们恢复自由 另外一方面 解救奴隶 其实就是把贵族的私产 充公有利于权利集中 还有那个包税制 改革以后 中央直接派税官下地方收税 本质就是把财权集中在中央手里 顺便绕开中间商 直接管理机层 你要跟列强合作 那就得做到另行进制 你都做不了主 人家跟你合作啥 所以国王们从各个方向 向西方靠拢 列强觉得国王靠谱 也支持你在国内搞集权 这事倒也正常 对当时的亚洲国家来说 相当于 枪已经指着脑门了 要不你就改革 要不然就人家打死你以后 亲自操刀 被殖民的那些国家 大部分都是没认清形势 所以杨大人亲自管理 两个拉马是聪明人 躲过了一些 所以说大家都说 泰国没被殖民过 要说形势上 那确实没有 不过想想就知道 整个亚洲都被掠夺 凭啥就留着你 肯定是列强拿到的好处 足够多 国王通情达理 杨大人自然也就睁只眼 闭只眼了 所以大家看泰国的改革 一顿操作猛如虎 其实国王的权力 可是一点没动 全保留下来 包括重新组建政府后 官员大部分都是王室成员 国王的财产 更是一点都没动 至于说 拉马武士维护泰国 主权完整 其实主要是维护了王权 对普通老百姓来说 跟被殖民了 也差不多 当然了 这套把戏 偏偏没见过世面的老百姓 还可以 对于接受过西方教育的人来说 那就是小儿科了 所以 到了1932年 出事了 deliver